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一個塔的高度是150公尺 在塔的東 東偏南60度的地方 和東偏北30度的地方 各有一個觀測站A跟B 側出塔頂 A側出塔頂的話 仰角是45度 那觀測站B的話 他的仰角是60度 則觀測站A和B之間 距離最接近的數字 首先我們看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三角形OAB 這個三角形OAB 這個的話是100 C 是150 那這是45度 這如果45度的話 這也是45度 因為這90 這個就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這150所以這也是150 所以這角的OA是150 我們看這個三角形 這樣看這個三角形 三角形 這是CO 這是B 然後這個是兩角是60度 這是150 OB 那OB長度多少 OB的話 OB的話 是等於多少 OB 是等於150 Cortengen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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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ortengen60度 那Cortengen60度的話 等於Tengen30度 就等於根號1分之1 就150 乘以根號1分之1 所以這個是1分之150 根號3 355 所以是50 根號3 OB是50 根號3 這個是50 50 根號3 那現在 他要求AV的長度 那AV長度的話 這個是 剛好是90度 這個是50 根號3 這150 這剛好90 因為60加30 剛好90 那這樣的話 我AV就可以算出來了 AV長度就是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 所以AV長度等於多少 我就先把50抽出來 50抽出來以後的話 根號3的平方是3 加上 抽出50 剩下3 3的平方 33得9 所以根號12 根號12的話 就是2根號3 所以100根號3 這根號12是2根號3 2乘以50 100 好 那約人多少 100 乘以多少 根號3是1.732 1.732 1.732 所以是173.2 約啦 約173.2 所以答案是 約170 約170 因為他說約嘛 那170最接近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2 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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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